你打那儿,你每次玩那些杰斯,五贤,那你哪是不是被他们人马,被他们无敌抓成狗 你说,哪是不被抓成狗啊 一个赛季另一个那儿那么难吗 先选永远做九皇跟杰斯,九皇玩得跟屎一样 OKOK 但瑞兹要骑上,想先动369,这边白手卡牌也叫一个 哎,第一双人没拉到 这个拉空很关键啊,那这的话可能是江湖也死不掉 那这里面摆好一套,一个黄板定到之后伤害不太够啊 一个人 哇,这一波是他拉出第一段的时候被晕住了 是的 这个第一波反打真的是没太想明白 因为瑞兹是有一套爆发的,所以已经好 又拉空了 他可能想利用那个瑞兹那个段 来,大家看一下这里 比喻双人拿到结结 要看结结了 身攻是被拖博抢下来了 这波感觉有点伤啊 有点伤 继续减速,盛阳哥感觉也很危险 有闪现呢,能交出来 但是后续Night这里一张黄牌也是没有减速到 这波在骗,已经知道有人来了 圣强哥已经没散了 没闪现的 这波很危险了,被减速到 下位出发 减速 下一个减速,又给到了 伤害应该是够了 最后一骨头披死 那这波是涛博的节奏 但是下波也不太大 要上白跑,白跑就拉断了 看一个进化 往后拉 推了一下,好像没有推死 没死啊,对死 没闪现的,自高的赶过来 拿到这个量的人头 小猪在塔下没有办法 变得两个狙击 小猪在这边的竞争已经没了 应该是B4的一个状态了 没有闪现 下一发EQ,直接收掉了 现在,奥拉夫是有闪现的 等于是领先级的一级 一放到这个量身上 水量有点低 三六就在错一 卡扎 应该是准备试验的 这边试验被发现了 卡牌飞到后面 这个时候抢到角色 DDG顶一刹 大猪 抢到了 这部老牛顶了一个 阿拉夫的大招 在正面怎么跑掉呢 感觉有点难跑 刀背也上去 摆给了 这一波 奥博士拿了龙4打5 你还想打这个部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能多杀几个人 调到大核这个结局 也可以接受啊 杀了三兄弟 现在W上去了 正面是个4打4 你没有牛头这样一个 很强力的这个控制点 这波其实刀背不该上了 我感觉 大招 主要卡牌被留了 对 被留了 但是也没走我感觉 没有这一波小炮 如果没有被牛头留的话 感觉正面稍微有一点点机会 谢谢 但是瑞兹 瑞兹这边就是被卡牌 哎 卡牌也被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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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牌也跑不掉了 这波是一定一个团队的机会吗 看一下卡牌也死掉 奥拉夫也没了 一定打一个零换五可能 感觉一波了 一波了 而且看一下这边的数据板吧 杰斯最后打出了车上最高的伤害 而且杰斯中和AD 这个3C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出彩 VD这把打得很平均啊 打得很平均啊 打得很平均 诸妹上单其实 包括公局啊 很多上单都在玩 这个挺恶心的上单 就就赖着不走 然后团队也很很顶尖一种 而且还这把能配合的人还挺多 诸妹上单 一位一的话应该是很难打出结果的 看到这个就想到了福星 哎呦 不过对线的话 感觉珠珠珠珠这边好像回复会差一点 有点压力 九筒这些回复能力有点强 九筒可以喝酒啊 哎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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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icial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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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空了 带牛头来了 他打 又是那么热 Maker 而且Viper也来了 他这波能不能反打的 带点小卓 小卓感觉要死 哇 这把Maker的老牛 而且 圣枪哥在上面盯住了369 粘住了 粘住了 下面看看要啥招的 要来了呀 超伯 黑杯的死 伤害还是有点不够 猜一下 动作双差给到Viper 这一波把节奏打回来好多 哇 这一波 这就是你中路杀人 这个技能教的太随便了感觉 对吧 而且只有两个兵了 对吧 为了杀一个这个节契 三个大全交 主要这波斯靠他的反应也挺快的 低身又闪现拉开的距离 这个大招完全没必要交的 拿着牛头过来 主要带个点燃 直接把人马给 没走完的太久了 而且卡叉赶过来 伤害就补足了呀 是的 这一波给卡叉拿了一个大拨 而且猪妹在旁边还盯住了 这个一直折磨他的九筒 节契没伞没大的 这个位置被开刀要死 但猪妹直接往上走 这个位置是想打 旁边 这个阵型还逃互不太好 看了直接交大招 而且赛拉斯这里是偷到了 前方也要让了 来看一下这一波 但九筒的位置 放了这个筒子有点发布自己 三六九自己要被电 这波三六九筒要先被秒 大招的话这个龙 就是听牌龙啊 而且三六这把鞋是 套拨非常肥的一个点 插住过团阵 一边打回来以后 他们也刚才没有出那种 弯法什么闪现的 这一波 这波是低低低缺少大招的一波 但是迷口就得大招捏得很死 还没有交出 我果然是套拨的一个新闻 闪现过去想 迷口闪现过来感应的失误了 但瑞尔之后团看得不错 瑞尔看得不错 杀回来一个迷口 迷口应该是想美了 发展到一个终结 但瑞尔也死掉 走出了不快 把他打招拉了一圈 塞拉斯 塞拉斯的话吃了一个人马 打招伤害还可以 哇 诸位挺大的前向 这边卡莎也不太敢上 小胖也不能再点了 还要追吗 已经有点分散 不高他应该可以交大溜 嗯 打招的话打成了一个 辅助的一换一 应该不太敢先打 因为先打的话 两边都可能会不会有先手 先打了 尝试一下 上回来想打圣香哥 但是又有一个闪开拉开的距离 而且人马这个龙是抢不了了呀 这波 想打招一下 有机会 抢到了 这眼睛 爆炸球果 这人马 飞天人马 从天而降 把这个龙给抢了 不管了 花雕在打了 这波只要花雕大将能拉到 耐特在上面阴着 他这个位置没有被发现的 3691撞墙了 先交个散线过墙 另外三兄弟 这边感觉被大龙打了有点伤 耐特在上面 耐特在这里 一 拉出来没有拉大 他跑也被接接发现了 自己被发现 被拍了一套 狗中机坐过来 这一波耐特很危险 大将拉到了卡莎 没有躲开 但是自己要死了这波 这是怎么被 这一波团队套波打得好离谱啊 一波一换二 反而要坚盘了 对 应该是刚才 堂龙堂得太久了 导致血量太少了 被牛头直接单切掉了 招了点燃 而且这波套波几个人的大招 不行啊 还有最后一点 卡莎要不要抢一下 卡莎这边存卷是有的 有牛头在单防 老牛要防 这个要人丢人了 你们能不能反驱 想推老牛感觉 卡莎加速了加速了 底线血缘大招进来 能不能抢到卡莎 他们停手了 卢美狗熊拿得下来 就能拿到炸一下 反正涛博是一个人都杀不了 一滴鸡 那这一波就是涛博最后的一个中注 太起来了 他现在正面不缺伤害了 这波一滴鸡处理了队层 很冷静 很冷静 哦 直接抵手 直接抵手 卡莎配合着赛拉斯是秒掉了 48起 哇 真的好猛 哇 这也是 卡莎先撑 逃离之间 哎呀 这一波 涛博是不是想开团啊 卓的位置 这边想要顶人马 想打破啊 这边接开了 又秒了 接下来小猫直接倒地 发到大招拉人马 冲了进来 这边要保住后排的奈特 这边还偷着人马的杀 卡莎的速度很高 二人现在摇晓人 老牛这波二连感觉结束了比赛 呃 此刻的拿到一个双杀 关键 嗯 扭到了viper的话 如果能把viper秒掉 可以打二人 二人 人马这边是右边还一人 怎么伤啊 人不太够 侧疑的话 如果稍微稀了一下 前马恐惧的效果 发到大招拉到三个人 这边没有人跟上 哎 这边又被珠妹大招拉到了 珠妹的大招太关键了 直接精准的命中了 这个珠妹太肉了 直接扛他 耐着没有办法 这个珠妹啊 有一个大招拉 发掉了 马战输了 死高的想要秀一下 死高的这里上了 哦 伤害硬吃了 这包感觉 耐克得拿一个给到压力大一点的 哦 船长 船长踢了 梦魇关灯 但是已经这龙 龙姨毁血了 在这边拉一下 人马攻击一下 这边要秒了 呃 发脚直接被秒掉 梦魇关的话 小脸有一点跌 继续A 梦魇关这边给了个质量 还没有死一番 呃 普攻是带走了梦魇关 双方这边打了个一环一 金子的火箭没有打到 那这一波感觉两边都要后撤 两边打野成绩都都最低 是的 这里还要打吗 不过其他的成绩要好了 两边的成绩都好了 这一波感觉要拼成 九白血被二连力下到 牛打到了 圣娘哥这边还要去见个蜡 我恐惧到但是队友跟不上啊 前面还要杀吗 斯高达还是杀掉了 小蜡都死了 小蜡叫了起来 这边的话 卡达感觉扛不住了 卡达也要阵亡 卡达还不住了 这波再拉丝 这个位置卓直接开到 先开到杰杰 杰杰没闪的 这波直接击回来 杰杰有之外 光眼关灯 不敢没 灯会对淘宝有点影响啊 人马这个位置抢 不是抢不到了 这里直接被后排 直接关这个蜡没闪现的 这波的话 把他大家转一下 黄瑞杰被秒了 瑞亚再来乱一下 这个蜡也是秒掉 白环被卡达 接住了 卡达被推走 但杰杰里面也死掉 直告他们的整理力太强了 哎 卓 这个光阶打两连 卓把小炮顶了起来 小炮被杀了 此告他的第二套伤害 能不能打出来 感觉有点难 反正一个勇双动了一下 下一个一技能怎么拉 继续追 卓的太强了 这都要打A4了 打得有点快 不太敢轻易的去接 优地是没闪现的 OZ先关灯 想找位置 被发现了吧 自己这个位置怎么办 飞走了 很灵性 直接飞 但是这波子的 也还没有到 接起来的作用了 要被记着 圣强哥这边已经丧失战斗力了 此告他拖了一个船长大招 呃 这边战场其实被有一些分割的 又踢了一脚圣强哥 朗就顶了一下 诶 乃特开了个精神 瑞亚吸一下气功了 拉得拉得拉 拉得很完美 金克森拿到一个双杀 此告他有没有 这边盯到两个人 也不太好追了 一定已经没有输出点了 卓还在留圣强哥能够开刀 打B挡住了 这也不打B挡住了 那 这边打龙速度很快 两个小铁龙 还顶了一下 乌特被顶走了 金克森拿到这个龙 在这边金克森自己也死掉 花家大招拉了一下 拉空了被躲掉 阶级的话 现在有点低 莎拉斯在拉进去 NC已经倒地了 美国被恐惧了一下 而且还有一个姬身 这一部分 奈得很瘦 在打B挡住打中 麦克森收掉了奈特 在这一部分的话 麦克森能跳起来吗 后续是369 打B挡住 打B挡住 打B挡住了 一定是打赢了 你怎么收死 要出个比赛了 还可以再跳一下 卡萨最后被 哇 一个四云突是直接刺死 这波一定打一波二换五 这种他也能赢 那这个球员是很标准 老牛也在盯防节节 脱了个老牛大 这边要开了 老牛顶一下 这边要开了三个 结果都交了闪现往处拉 沈阳哥往后牵 但这边还没回去 一千倍秒了 恐惧捡了一下 这边沈阳哥 沈阳哥有没有挺多 带着已经倒地 金克森拿到他 有差距自协 369 哎闪现 快把阻掉了 但是脚轴 突起来 完美了 他赢了三下的赛拉斯 以及某团团的大尼 哎卡萨 卡萨绕一个后 哎 刘正强哥 踢回来先 牛头哥连失误了 哎呦 这边的话 哎 直接把 结果的一个大招 这几个秒了 结果倒了 这里的话感觉很会败 一滴这边的结结 沈阳哥 一定做法要达了 拉了一下 在上 哎 船长的大招炸死了两个 淘宝应该是想打大龙 真 真打团 水翔哥在旁边 二连起来 水翔哥 但是你转水翔哥意义不大呀 这套发强了大招 集体是换掉了水翔哥 水翔哥 三连就很危险 三连就直接被秒掉 看到的话也是被杀 这波小花子跳起来 水翔哥继续往前顶 杰基拉夫也没切了 他那个精神 viper跳起来了 这波和杰克拉也是直接被融掉 耐在这边是没有大招的 是带走了一波了 自己找出自己的闪现 还能继续往后追吗 没背着说 再把那个双队打他 一个大招再飞过来 迈他一个精神 精神结束后 大招还没好 大招还没好 差一秒 没办法了 直接不拒绝了 三比零 一滴进 紧进了圣哲谷的决赛 他们当面对对手是包扎子 输我觉得可以 所以只是那个就是输得有点 就是有点丢脸了 没发挥好 我输得很憋气吧 那场现在打得很烂 就直接溃败了 就是被人家打烂 从客观的角度 我是能感觉到 这样整下去 我们一定完成不了目标 飞飞上路可以MZ 我们不行 飞飞上路可以那儿 我们不行 我这路上我们平常 学生跟点什么 下路只要没大优势 我们就一路平均 怎么可能比这个比赛 反正这样 三角 你要真的知道你训练赛 跟比赛都是表现会长这样的 你要好好知道这事情 我们不能每次输完之后 然后你再发现 你会玩成这样 我老是说 我也不知道 就我就不会玩一个那儿 我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搬 之前我们打那儿的时候 我们什么都拿出来打 我们拿卢仙人打 我们拿那个穿上打 拿那个杰斯什么都能打 可能那时候赞马儿就说得比较温和一点 想办法再说服他 但我就觉得说 好好讲可能听不进去 就可能确实是要凶一点 你打那儿 你每次玩那些杰斯 五仙人 那你哪是不是被他们人马 被他们无敌抓成狗 你说 哪次不被抓成狗啊 一个赛季 练一个那儿那么难吗 先选你永远做狗桶跟杰斯 狗桶帮你跟屎一样 OK 我也第一次看他这么笨 但是都呆住了 我那时候心里想我要不要站出来说 就觉得他承受太多了还是算了 我不说了 对我当时就想了 我要是第一把不失误就没这么多事了 就很小的失误就导致后边本来的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每一个胜部都是有差的 每一个操作好不好都是有差的 每一个没有杀到都是有差的 在英雄里面上什么事情都重要 因为胜部都从小小的细节累积起来的 就我们每个人一定要游水这些球 我们才会越变越好 这是关键 卓哥今天数研挺多对吧 我对你的容忍度会相对 其他他们四兄弟来说会高一些 你是一个新人 但是在比赛中他一定不是失误的你 虽然我打得不好 但是我应该可以有一次打得不好的机会 我要是不原谅我自己 就能不能原谅我 我得自己原谅我自己 我跟大哥说实话 就刚刚说的话 并不是针对你 第一我希望你心里不要有抵抗 觉得我们人都在针对你 没有人在针对你 相反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在保护你 他还年轻嘛 他还能打 也还能打很久 如果能明白就是那种其中的道理的话 就以后可能都打得越来越好 就赶紧了 我过来 当然 我给你拿了 我赶紧了 感谢观看